这个中国或者说中国文化呀 是不是比较擅长混合 合胃 合胃 或者说改变它的性质 比如军摇 瓷器 这个什么摇变 那种建摇的那种版 就是你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 你像我们拍片子 看他们那个造纸也是 你想啊 本来是竹子 你看中国人发明造纸术啊 就是他最后把它挤桃挤弄 都加入一些什么 它变了一个悟性 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你看不出它跟竹子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饮食方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存在 要四大发明 我觉得四大发明应该有豆腐一块 因为中国人食豆的历史是非常长的 倒数寄卖书 书就是豆子嘛 但是我们吃豆子 从来没有被完整的吸收过 是很不合理 瞿秋白的最后的那个 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要杀头了 写了一篇文章 最后一句话 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世界第一 然后金圣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 豆腐和花生一起搅有火腿的味道 对 离杀头之前 豆腐真的太伟大了 这是它改变了 大豆里面的一种叫抗营养物质 是阻止我们吸收的物质 就是我们吃了一千多年 两千多年 甚至三千年 吃豆子都没吃明白 那直到汉代 我们在炼丹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找到了这个豆腐的方法 到又过了若干年 到宋代 又过了一千年 它再真正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东西 它是另外一个物质 它不是豆子了 它是豆腐了 我可能又得推荐一本新书 是福下写的 叫军性食 什么食 军性食 就是马王堆汉墓里边 那个刻在碗的底部的 那个军性食 就是谢谢您来请您 随意吃 军性 宠性的性 君子的君 吃的那个食 它里面就是考证了大量的东西 就是说现在西餐里面 就包括fire dining里的很多的烹饪方式 在中国的古代都有 包括分子料理 就是口袋豆腐就是分子料理 为什么呢 就是它把豆腐一整块油炸了 然后这个放上一种 类似碱性的一种 这个酸水 豆腐里边就被掏空了 所以它就成了口袋豆腐 加起来还像豆腐 但是里面都已经是液体 不再是豆腐 就是很多的这种 就中国人叫菜摇 菜摇 为什么会是摇 摇 就是你看那个周易里边 这个摇卦 它是一个完全变化的过程 菜是它的出发点 而摇是它的目的地 那厨师呢 就是过这条河的百度人 哎呦说的没有啊 就所以中国人讲这个画 喜欢讲这个画 画进入画境 出神入画 咱们好像比较善于把一个东西 就给它化合成了另一个 还不是理论科学 是 实验科学 你像这豆腐 所以包括写诺马的文章 拍诺马的片 都有说它有东方的意义 所以诺马后来 它也专门做了飞行餐厅 它到日本去做了很长时间 它做过两次 两个半年 但是你说像现在这种 比如说这种煎炒油炸 就像你刚才说了 前一阵都在讨论 那个玉制菜的那个问题 后来有个人跟我说 说你现在到什么餐厅吃饭 你多半吃到的都是玉制菜啊 都是一样的 是吗 这是商业餐饮的商业属性决定的 但是玉制菜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 它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等一下你先定义一下 对对对 我这一生只听到说玉制菜 玉制菜我们把它分成三类 一种叫easy to eating 就直接吃的 一种叫easy to hitting 就是加热的 还有一个叫easy to cooking 其实你拒绝玉制菜 为什么你吃咸鸭蛋 吃火腿啊 这些都是玉制菜 就是你不能 不能把玉制菜一棍子打死 首先要把它分开 第二呢 就是玉制菜也不是都是缺点 就是它在分风味上 肯定是有减损的 但是我们说玉制菜 它很大程度上 在营养的科学的配比上 就这个避免长时间油炸上 这就是等等的这些过程当中 它是有优势的 但是有添加剂吗 防腐剂吗 就是所以玉制菜的话题 它真的不是一个 关于烹饪的话题 或者不是关于一个餐饮的话题 它是一个关于信任的话题 关于国家卫生的问题 这个玉制菜掌握在谁手里 那比方说你现在一般我们到饭店里去 比方要一盆回锅肉 或者要一个红烧肉 这些是玉制菜吗 红烧肉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回锅肉 它没有一个回锅肉不玉制锅 因为它先煮啊 它不能你来了 我先给你再煮肉 但是只要炒 炒现场炒出来的就不算了 可是这是加热的过程吗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 一个非常执念的东西 叫锅气 对 你们广东话叫 我 火气 对 那这个东西 阿诚老师写的最生动 他说 他说这个锅气是什么呢 锅气就 以前你煮了一只鸡 敬献给你的祖先 那个你的祖先怎么吃呢 就是热气消失的时候 三尺之上有神明啊 就在这就把它吃掉了 这就是锅气 我觉得这个很好 你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 湖南的辣椒炒肉 在全国开了都很多店 我说这个年轻人 他特别聪明 他就把湖南人的锅气 变现了 这个餐厅 我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我一定要有一个 炒辣椒炒肉的厨师 我要量好了 你做的距离离我多远 我要把最烫的 最烫口的这个 辣椒炒肉 断到你面前 然后打开 一个这个电饭锅 让你吃热乎的 最近的从锅到嘴的 距离和时间 这个就不算 预制菜了 那你说 它是不是预制菜呢 就是 它如果有批量的东西 也是easy to cooking 它如果是现切的 鲜肉的话 那连这个都没有 它就是 卖的是纯锅气 所以说现在 国家出台一个标准 他们就说 要按照这个 最严格的标准 将来的这个 预制菜 不但不是洪水猛兽 说不定 还是广受欢迎 是的 但是它这个定义啊 甚至都不包括 中央厨房菜肴 都不算 预制菜 就按照现在 这个最严格的定义 还说防腐剂 不能加防腐剂 他说 但是实际上 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愿不愿意 花更贵的钱 买到这个 预制菜了 因为这个 就涉及到 比如说冷链 冷链管理 全程的 一直到你家 它必须低温 在多少度 它这个杀菌 26度以下 对 如果不加 对 不加防腐剂 那么它就要用 类似别的手段 消毒或者防菌 但是这样的话 需要投入大量的设备 和保证标准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到终端 你接受不接受 比如说七八十块钱 一个回国又了 这是不是有这么个问题 那不是预制菜的好处 就是价钱贵 新鲜 还有什么 风味足啊 风味足 你经过了一次冷冻 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我说我吃过三个月 以前冷冻的东坡肘子 这是航空标准 就是冷链运输里面 最高级的标准 就是这个绝对不能出错的标准 它要 就是我给你一个最新鲜的 三个月 才三个月 这是最新鲜的 因为它在冷冻的过程当中 还要再测军群的出现没有 在不停的抽检 那你说它好吃 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你想想 东坡肘子 你就是用筷子夹起来 你看着它 你保持着没有屏住呼吸 它还都在颤动 他可以把吃的东西讲成美学课 我觉得我刚才看见那肉 就在它手上了 颤制菜有没有等同于口味的标准化统一 因为我概念不清楚 很难 很难 其实所有的预制菜都是一个原件 那实际上配合这个预制菜的 现在的细分特别多 它的料汁可能是另外一个系统 它还有新鲜的材料 比如说葱花 就是比如说到了江南这一带 它用韭菜去调味 青蒜去调味 它一定要细嫩的 这个青蒜 那就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那你餐厅还是要有成本的 你要是都是 这个大卡车运来的 琵琶市场的那种青蒜 它没有味道 还有就是预制菜是不是让人家感觉 就是你在偷懒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比较反感 就是我不喜欢你 我觉得你对食物的尊重 就是你要有烹调的一个过程 但如果你把这个过程缩短 变得很快速 我就觉得你不够尊重这个食物 或者是你不尊重我 所以呢我觉得你在偷懒 你知道我想到这个预制菜 对不起我想到当妈妈的 我到芬兰呢 我第一个孩子的那个腐蚀阶段 六个月是在香港做的 我跟你讲 我就天天要把草莓磨啊 对不对 然后什么都打成泥 对不对 每一个都是我自己预制 就是我自己磨磨完 变成小冰块 然后放冰箱 然后呢 要的时候再把它弄出来 加热给它 对不对 甚至有些是现磨 现打现做 豆腐啊什么的 每一餐饭就是弄的我 对吧 我还有赏配料什么的 到了芬兰以后呢 我就发觉我身边 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呢 都在超市买芬兰的 那个罐头食物 就是腐蚀 玻璃瓶里面放 玻璃瓶的 我说这会防腐剂啦 你们说了 对呀它是罐头嘛 防腐剂 绝对不可能的 没有的 还有他就是说 一门医院的护士 他说妈妈你不要那么辛苦 你就买超市的 是的 你的营养其实是更均衡 因为那些人帮你处理好了 你轻轻松松带孩子 多过于你在厨房 花两个小时帮他压你 你那两个小时 应该跟宝宝互动 抱着他 甚至你自己修个席 你就吃那个预制的就好了 他一样会长得很好 顿瞬间消除我所有的罪恶感 然后我就发现 哇就是对 那我就还叫感谢 你是没有 那我要 绝对不可能 婴儿的 绝对不可能 他要死 死罪了都 那这个 这个可肯定不可以的 但是 他手磨的 我倒是要提出 一定的疑虑 就是这个 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感染 诶 你干净不干净呢 你说我自己做的时候 对啊 反而害的 你知道吗 就包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婴儿都是巴士的消毒 对 就是四十度的这个温度 那 那你有没有 把这个过程 全部做齐全了 这就很难了 就是我们 我们 在 讲故事的时候 就会说 嗯 我们在手心里 刻下了 什么什么 这个祖先的 这个传统 他带着我 我手的温度 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个人 但是手 手的真的好吗 手上都是细菌呢 我 我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国家标准的 菜籽油 和 你在家里 手工压榨的菜籽油 我 我不是说哪个更好 我是说 从安全的角度来 衡量 手工菜籽油 里有大量的 叫 一流酸清脂吧 但这个 这个 呃 清酸脂 呃 我大概 说不太明白 就是 它有不 不友好的 这个 或者阻碍 我们 或者对我们身体 有 不利的这些元素 还是蛮多的 嗯 那 我们都迷恋 比如说西班牙 出榨橄榄油 意大利 出榨橄榄油 嗯 它 确实是 不加任何防腐剂 过滤的次数 特别少 风味特别浓郁 但是 它是 有风险的 我们从来不去提示 这个手工的风险 哎 让我们 因为你都费了那么大劲了 我还好意思提示 提示嘛 嗯 但是呢 我们会提示那些工业的 那些经过 很多 严格标准出来的 但是 对我个人来说 我更喜欢手工的 因为它 味道冲 嗯 它那个 尤其是那个芥子的 那个味道 那我们吃这个 生榨的 菜籽油 尤其是五天之内的 就觉得好吃死了 我喜欢吃 嗯 你也吃过的一个餐厅 北京吃鸡的一个 著名的餐厅 哦 它就是五天 榨一次花生油 就是那花生油 最新鲜的味道都在 没有氧化 哦 湖南人炒 炒肉 一定要用 茶树油 就是 每年 茶子 收获的时候 每家都收 在冰箱里放的 但是都会氧化 就是 嗯 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 你不妥协 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说 我又安全 又有足够的风味 实际上就 这个就是改变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 矛盾在哪啊 对 工业标准的 其实未必等于 不卫生 不健康 不安全的 对 手工的 我们最珍惜的 那些风味的 也不等于 就是卫生 健康的 但是呢 它等于在审美方面 是有你更高的价值